午夜 意外降临 幸福家庭如何遭遇飞来横祸 准爸爸踏上逃亡路 亡命天涯 男与女儿相见 一时冲动闯下滔天大祸 父亲如何结束逃亡生涯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逃亡十二年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2014年7月30号 武昌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 正在火车站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他们做好了万全的方案 只等待目标的出现 民警们表面平静 内心却感慨万千 这次真的能抓到 逃亡了整整十二年的犯罪嫌疑人王刚吗 谁的心里都没有答案 有种感觉就是说 他是老鼠 比如比如说他是老鼠 我们是猫样 我们始终在他后面追他 马上就看到踩出老鼠尾巴了 但是就都被他溜掉了 刑警队的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 而对犯罪嫌疑人王刚的追捕工作 始终没有放下 抓捕的难度十分的大 听同事也说过 几次都是和他擦肩完过 都是踩出他的尾巴 但是始终没有跟他抓住 王刚与普通的犯罪嫌疑人有所不同 他心思缜密 反侦察能力极强 每次都能绝处讽生 逃脱警方的追捕 而这长达12年的逃亡生涯 起于2012年的一个深夜 凌晨的0点30分左右 这个珍宝到这个青龙巷的花中花 那个法郎要求啊 这个店老板给他安排 这个员工起头 这个当时啊没有答应 由于当时已经深夜 美发店的老板娘高丽 正准备关门 因此拒绝了曾某的要求 本来就忘了要睡觉了 他们反正本来他们就 就是说是这个街的 又不是又不是不认识的 都是认识的 他们被要进来就进来了 根据王刚的父亲讲述 曾某是吸毒人员 此前也多次来敲竹杠 高丽回忆 那次因为拒绝了曾某的要求 对方就大打出手 而刚刚从外面回来的老公王刚 被眼前的这一幕激怒了 我们没怎么理他 就开始骂人了 把他动手了 动手就没怎么丑 没怎么理他 因为明知道不是好人 就没缠的 不理他 不理他的 反正他就对我动手动脚 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我老公回来 只好看到了 看到了就和我老公个子又小 打不赢他 就三方五次 把我老公推了几次 推了几次 我老公都我老公掐了 我老公的脖子 气急败坏的王刚冲回店里 取来一把砍刀 在马路上与曾某再次发生冲突 当时争吵 然后就跑跑跑 从这个门跑出来 就往这个面包车这个方向 跑了 然后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是在这个发廊里面 拿着胸转的胸器 就去追这个被害人 在这个面包车附近 朝被害人的背部 捅了两下 刺伤曾某后 惊慌失措的王刚 开始了逃亡生涯 送医院抢救 两个多小时以后 医院宣布这个人 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时 王刚和妻子高丽 刚刚领取了结婚证 还没有来得及举办婚礼 更重要的是 此时的高丽 已经身怀有孕 王刚丢下了妻子 和她腹中的孩子 一个人踏上了 慢慢逃亡路 那当时有没有担心 肚子里的孩子是怎么办 那能怎么办呢 它毕竟是为我那个事情 出了事实吧 我也不能说不要吧 王刚选择了逃亡 一个巨大的难题 摆在了她的妻子 高丽的面前 她肚子里的孩子 四个月了 留还是舍 舍 那可是她的孩子 真舍不得 更何况 王刚是为了她 她才出的手 留呢 这孩子得生在一个逃犯家庭里 她得背负上巨大的心理压力 再加上 现在王刚没了 跑了 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了 孩子生下来 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日子可怎么过呢 高丽觉得 万一王刚再也不能回家了 万一要杀人偿命 这个孩子就是她为王家留的后 毕竟想到我们两个孩子有感情 在一个两个老的 在事情出来的两个老的 也不可能就是跟他断断后 高丽为王刚生下了一个女儿 十二年来女儿慢慢长大 可在她的世界里 爸爸这个角色却似乎一直是个谜 甚至有时会淡忘了这个人的存在 而武昌公安分局刑警队的民警 却从没有忘记王刚这个名字 几乎我们就是在沿着这个 犯罪行李王 他逃跑的轨迹 我们在追他 这么多年我们根据现实 一直对他采取过很多次的追抓行动 但是由于这个对象 很狡猾 疑心很重 只要有那个风吹草动 感觉不对 他就马上潜逃 武昌公安分局刑警队的民警 多次召开案情研判会 最终确立了长期不控 定期回访的抓捕策略 每三个月对王刚的亲戚圈 朋友圈进行回访和盘查 就在2014年上半年 警方有了新的发现 王刚的一名亲友 曾经补办过一张身份证 这引起了民警的解决 因为这个身份证一时申请 补办了一个身份证 通过这个调取关系人的照片 发现这个王某 与这个关系人 相貌上有很大的相似 不仅如此 更让人诧异的是 在这张身份证挂尸期间 警方查到其往返于 多省市之间的车票记录 如果根据我们那种 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 这个现象就比较反常 爱德斯他们的本人 在那段时间内 是根本没有外出的情况 这样的话 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民警把这张身份证 所有的出行及住宿记录 进行了汇总 发现湖南岳阳 很可能就是王刚的藏身之地 我们假设 这个身份证被王某冒用的话 那么就说 他可以用一个合法的身份 自由的活动 2014年7月 孩子们放暑假了 而武昌公安分局的民警 却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 相反 他们利用孩子放假这条提示 展开大胆设想 制定了新的抓捕方案 人的那种亲情 是怎么样都割舍不掉的 他十二年没有见他的女儿 也没有见他的父母 我们分析他应该是今年 他的小孩要上小学了 小学毕业了 要上中学了 那么这个点 是很重要一个节点 要在甲期马上上中学了 他肯定要见他一面 然而 这仅仅是一种猜测 王刚真的会在这个当口 冒险去见女儿吗 如果会 那么一定会出现在 从湖南岳阳 到湖北武汉的火车上 2014年7月30号 王刚落网 结束了长达12年的逃亡生涯 而他落网的地点 正是湖南岳阳火车站 感觉就是心里的一块石头 落了地 终于我们 侦办的案件 现在有了一个结果 比较 欣慰 他们费了很多的心血 我们大队 12年来 几任刑警 几任刑警 都被追捕王 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所以是很激动 也压力有释放的感觉 然而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 王刚到岸时 没有惊恐和不安 反而如释重负 今年突然这个民警 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意识到这次 落网 你当时现在怎么想 因为过去这么多次 你都没抓到 我的需要 我的作用都来了 他被抓了以后 有些感慨吧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能到有些那种 心神不灵的感觉 毕竟还是怕 被我们公安机关抓住 但是真正那天 被我们抓住以后 他觉得这个事情 终于可以有一个结果 说心里话 我觉得我现在到晚 还早了一点 我的计划是还等两年 跑了12年 还是没有能够逃过 警方的追捕 王刚自己也知道 该来的总归要来 但是王刚还说了 到岸还是早了一点点 按计划应该还有两年 这话里可有话 他布局周密逃亡这么多年 他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王刚说 自从他跑路的那天起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当时还没出生的女儿 你当时想要这个痕痕吗 当时肯定想要 因为我们刚刚结婚 刚刚打结婚之后 还没一个月 而且我那个 我有一个很严重的假痕 当时 就是有时候早上睡醒以后 如果那个病发了以后 脖子以下全部瘫痪 就是手啊 抬到胸前都抬不了 王刚害怕自己的身体情况 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孩子了 案发后 他曾托人带话给妻子 一定要保住这个孩子 亡命天涯的日子里 他无时无刻 不再思念自己的女儿 王刚说 在外逃亡的日子 自己吃了很多苦 做过泥瓦匠 当过维修工 卖过菜 送过货 被人欺负了 也要忍气吞声 不敢声张 他唯一的安慰 就是自己有个女儿 他迟迟没有投案自首 就是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挣钱 给女儿准备好后路 王刚说 在落网前 他刚刚拿这些年的工钱 为女儿买下了一套房子 就是说现在呢 买了一个很便宜的房子 一千三百块钱 一平均的房子 买了一个房子 我留个女儿了 就是我坐牢的话 开销的话 我都 我都无所谓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父亲的话 这是我应当做的 所以应该对自己的案子 对 这是有个责任的问题 王刚说 没能自首的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自己复杂的家庭关系 因为我要保护我的家庭 因为我一到案以后 我在家里我就 我老婆老妈肯定是落实平地 我老婆 纯属于那种 在大事上面 不能把关 我嫂子在家里 她属于那种赶乱来的 打我老爸老妈都打过的 她属于那种人的性格 如果是我女儿 她留着我的血统 是不是 属于王家的血统 她在家里就有一定的发言权 就是我的计划 就是她有发言权的时候 我一定会到案子 王刚说 只要自己还在外面 对她嫂子就是一种威慑 她的嫂子 就不敢抢走家里的一切 一个是说你在外面 能给他们赚点钱 维持他们生活 一个是对你嫂子 也会维持他们生活 对 那确实达到这个效果 确实达到了 十二年来 王刚机关算尽 却算不到如今面临的难题 十二年父爱的缺失 让自己和女儿的隔阂 越来越深 十二年丈夫的缺位 让他和妻子的感情 越来越淡薄 日子 日子久了 就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了 为什么 日子久了 慢慢的就当了 做个老公我也不会变她 她有这种 要走的那种想法 我也不怪她 毕竟她说 她也跟着我十几年 还有个女孩 摆在这 我只能说 我今天要满足的 女儿依然活在那个 只有妈妈的世界里 妻子已经渐行渐远 对丈夫的回归 失去希望 年迈的老父亲 依然坐在巷子深处 等待迷路的儿子回家 尽管这一等就是十二年 尽管未来 还有更长的时间要等 当危险和麻烦堵到家门口的时候 王刚作为这个家的男人 站出来 没有错 错的是 他的每一步都选择了一种 极端的处理方式 比如冲突发生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报警 让警方来处理 而是交给了手里的那把刀 再比如 意外发生之后 他也没有及时投案 争取宽大处理 而是选择了亡命天涯 他的选择一次次 把自己推向了更为艰难的境地 他为此也付出了成倍的代价 王刚在逃亡期间 还在为女儿规划着未来 但是他没有办法正大光明地去实现 在他被捕的时候 他笑了 他不用每天提心吊胆 等待她的是法律的惩罚 和悔悟后的心声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一年前 两个孩子溺水身亡 一年之后 家属却对逆亡的原因产生了疑问 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让逆亡真相的揭露一波三折 一年的时间 又都有哪些人经历了内心的煎熬 面对良心的拷问 他能否说出真相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逆亡真相 我没有想着我